河北省衡水市饶电县豆电村 一个典型的北方村落 在家用黄土砖瓦砌成的小平房 村子里面都是自然的土路 这个坐在家门口烧饭的大爷 叫少金堂 他双目失明 但凭借多年的记忆 日常生活也不是什么问题 这个坐在院子里的老奶奶 是少大爷的结发妻子 因为重度挠血衰 瘫痪多年了 老奶奶经常在家门口 一坐就是倚天 望着眉外安静又慈祥 失明的少大爷 不仅要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 还要负担起妻子的生活 少大爷说 妻子的智力一直都有缺陷 连东南西本都分不清 因为自己的条件也不好 年轻时竟没人介绍 两人互相不嫌弃 也就成了 这一过就是50年 这天 少大爷拎着黄水泥和板凳 来修缮他们这个小泥土房 少大爷清真熟路的踩着凳子 找到通往屋顶的梯子 终于拎着水泥爬上屋顶了 这样的运动量 也让少大爷开始抹汗 随即 少大爷开始堆在地上 给房顶的缺陷处抹水泥 少大爷手法熟练 然而 一桶水泥只能抹一小块地方 要把房子完全收拾好 要溜西桶水泥 也就是说 少大爷要拎着水泥桶 来回趴六次屋顶 从屋顶下去的时候 少大爷往旁边放了一块砖 一摸到这块砖 就知道下面是梯子 不会踩空了 这样的修缮工作 每年都要有一次 正是由于少大爷的辛勤劳作 才撑起了他们这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 去完房子 少大爷还要回家 给老伴儿做饭 喂饭 洗脚 少大爷坐在外面洗衣服 老伴儿就安静地坐在院子里 边晒太阳 边看少大爷 两人坐在一起 就是岁月静好 两年后的冬天 一进屋 就看见少大爷在忙着烧火 北方的冬天 寒冷难熬 少大爷在炉边 边烧火边做饭 把老伴儿放在里屋 盖上后棉被 舒服地躺着 少大爷烧完饭 马上就去里屋照顾老伴儿 少大爷说 他们俩相差六岁 自己是在二十六岁的时候结的婚 结婚时 少奶奶才二十岁 等过安年 这个老伴儿就六十四岁了 少大爷也七十岁了 少大爷在床边 给老伴儿穿衣服 边穿边说 这个活换一个人都干不好 看着少大爷熟练的手法也知道 这项工作 他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哪怕眼睛看不见 也不会出差错 少大爷说 老伴儿也不是完全不清醒 有时候也惦记点事 比如烧点水啥的 但清醒的时候少 糊涂的时候多 给老伴儿穿好衣服后 又拿出梳子给老伴儿梳头 这个梳头手法一看就是行家 把老伴儿穿戴整齐 少大爷夹着老伴儿往屋外走去 开始给老伴儿洗脸 洗脚 少大爷端出早已准备好的饭菜 喂给老伴儿吃 少大爷一般都准备面食 这样的流食给老伴儿吃 不仅好下咽 还好消化 吃完饭又是少大爷一个人的忙碌 洗碗烧水修炉子 但就算生活艰苦 少大爷依旧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 少大爷听收音机里说 有人自杀跳河 他认为这样的人就是对生活没信心 生活应该是有奔头的 人就是为解决矛盾而生的 他的奔头就是自己老伴儿 自己得照顾他 他们无言无语 自己走了老伴怎么办 这也得朝前奔 人生下来 这个张成人 他就是为解决矛盾而生存 这天 少大爷准备蒸馒头 把老伴儿安置在里屋的椅子上 他就在外面的灶台上和面 屋里的老伴儿一哼哼 他就知道老伴儿不舒服了 给老伴儿调整个舒服的姿势 又开始忙活着蒸馒头 邻居带着小孩来少大爷家里做客 少奶奶就坐在凳子上看孩子 少大爷是蒸馒头的一把好手 很快 一锅香饱饱的馒头就出锅了 少大爷还不忘给老伴儿煮粪面 就着馒头吃 吃完饭送走客人后 就进入到夫妻俩惬意的闲暇时光 少爷爷坐在床上哼着小曲 少奶奶就坐在椅子上 静静地看着少爷爷 窗外的阳光照亮了一世温馨 闲暇时光过去 少爷爷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瞅瞅屋子瞅瞅地 擦擦屋里那点酒家具 洗洗那事乞盖装 再往闹口再踢一踢 收拾完屋里 少爷爷也不忘收拾收拾门口和院子 拿着个大扫把就开始刷墙扫地 给屋子好好的去去灰尘 收拾完屋子后 又开始伺候老伴儿洗头 自己拿毛巾沾了水 给老伴儿洗头搭洗头膏 这洗头手法专业师傅都比不上 在少爷爷的精心伺候下 少奶奶一直面无表情的脸 终于在少爷爷怀里 笑得像个小姑娘一样天真灿烂 少爷爷也感慨 自己也算是个幸运的人 自己和老伴儿吃苦享乐在一起 是一对神仙羡慕的好伴侣 五年后的冬天 此时的少爷爷已经板头白发 身形也消瘦了 而少奶奶则瘦得快要脱向了 脸上的皱纹也扎身了 少奶奶此时已经不能靠自己进食了 只能靠少爷爷一口一口喂着进食 少奶奶还是喜欢坐在门口 看着远方晒着太阳 少爷爷依旧忙里忙碗 空闲时还不忘坐着抽根烟 七年后的夏天 少爷爷的院子看起来更加干净了 泥土房也好像刚翻新过 院子外面长着绿树 一切看起来都是生机勃勃 唯一不同的是 少奶奶在2013年腊月初五去世了 少爷爷坐在家里的炕上说 结发夫妻真是了不得 虽然自己老伴傻乎乎的 但自己是真想他放不下 毕竟这47年的夫妻情分很难割舍 他晚上睡觉时也老是梦到老伴 少爷爷说到深处 还忍不住小声抽气 少奶奶葬在了豆店催的小山上 此时 他的坟头长满了刚盛开的小草 绿树怀绕 还有老伴的思念 少奶奶也可以安心的去远方 看着少爷爷了 十年后的秋天 少爷爷的院子依旧那么干净 少爷爷的头发又剪短了些 但身体还是那么硬朗 少爷爷吃着昨天中午买的粉丝 再放点扁豆青菜就着吃了 少爷爷说他一般就吃大饼米饭 馒头面条 这营养也是够够的了 吃完饭 少爷爷像往常一样 去院子里转一转 少金堂和老伴在1966年结婚 老伴于2013年去世 两人无儿无女 携手走过了47年 2007年到2017年 导演王乐跟攀十年 让我们看到了这部朴素 又不是震撼的纪录片 《俺俩》 一冬一春 清晨到黄昏 目盲的老汉和瘫痪的老伴 两个身体残缺的人 就这样相互搀扶 磕磕绊绊地走过了大半辈子 用最朴素的生活 诠释了最伟大的爱情 时至今日 光阴还在 只是人生死两分 这里是普通人实录 记录普通人不普通的生活 感谢你的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